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在分享 在末后的世代里面 我们在预备主的再来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的迹象 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 我们还是说 神不是要告诉我们 有一些苦难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让我们胆战心惊害怕 其实不是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让我们预备 我们预备好自己 预备好做该做的事情 以至于主再来 对我们来讲 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知道以前念书的时候 班上常常都有两种学生 有一种学生是 一到考试 吓得都要完蛋了 因为没有念书嘛 那另外一种呢 考试很快乐的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大概会因此 可以得到很多的奖赏 会得到奖品 会得到奖励 预备好的 跟没有预备好的 面对最后的那个期末考 态度是不一样的 都会紧张 考试难免都会紧张 但是有人紧张当中 是带着兴奋的 有人紧张当中 是带着惧怕的 关键是在 我们有没有认真的预备 接下来呢 我也要跟你分享 在末后的世代里面的 一些预兆 碰到这些事 我们都要被警惕 这些事里面讲到什么呢 他说到那个时候 人要把你们 陷在患难当中 会有苦难 也要甚至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神的名 被万民恨恶 这里面讲到杀害 所以我们大家会想说 都到什么时候了 现在是21世纪了 还会有这样的人吗 真的有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每一个礼拜 我们为一个国家祷告 为一个 因为求主教导 我们更宽广的 不只是看到我的需要 为很多列国来祷告 但是就发现在 今天直到21世纪的今天 在一些国家 在一些地区 仍然有人 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因为耶稣基督 失去生命 受到很不好的一些待遇 而他们遇到那些待遇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坏事 是因为 为着神的名的缘故 这就是 在八福里面讲到说 为义受逼迫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个很荣耀的盼望 我们一方面 为在苦难当中的人祷告 另外一方面 带着一个很荣耀的盼望说 我们为着主为义 就是他为主 为主的名受逼迫 而圣经上说 是有福的 因为主 必然会报答他们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也预备好自己 也许今天 在你我所在的地方 未必会有人 是为着信仰的缘故 会牺牲生命的 但是可能 我们也会因为 信仰的缘故 被别人讥笑 信仰的缘故 被别人讨厌 信仰的缘故 被别人批判 但是当我们 在面对这些的时候 预备好自己 而且我要有一个心说 主啊 我是为你承受这些的 谢谢主 我可以为你承受这些 而且有一个 很荣耀的盼望 我会经历你给我的赏赐 谢谢主持人的缘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